我亲爱的老baby们 来跟我一起 yo yo check on no 你来现车我上后 我上次怎么说来着 鱼塘上不去 你至高奋勇拉拉了我一把 我当时就有跟你这样说 下次你要是现车了 我肯定免费给你救援 后面的这些日子 我盼星星啊 哎 盼月亮啊 就想逮个机会报答你 嗯 今天动不了了吧 趴窝了吧 你自己下来看一下 这个车你是怎么现的 现车就现车 你还现得这么有水平 四周围连个履带痕迹都没有看到 难不成你今天空降此地啊 管你三驱二十驱 先给你把屁股后面擦干净再再说 我这个小伙伴 现车肯定也有前科 看他满脸通红神情紧张 左手还在不停的摸耳朵 今天在这里现了车 立马就把大小臂收到一起 一动不动 我一观察就知道 百分之百是以前现车 跟我一样留下了阴影 所以你们看 现在只要一现车 立马就停在那里熄火不动了 我是清理了后面 现在又开始清理侧面 这个泥巴也是有意思 表面硬邦邦 底下水汪汪 左边倒是还好 就驾驶室这边 我估计下面的底子应该是个斜坡 驾驶室这边比较深 相反的那边比较浅 才导致他今天倾斜在这里动弹不得 老铁们 我简单的给他清理了一下 感觉应该是可以上来了 给了他一个暗号 让他自己爬一爬看 结果前面的土太多 感觉还差那么一点意思 又给他丢过去两个暗号 叫他把挖机退一退 然后把驾驶室转过来 我再尝试着把他脚下清理干净 当然自己挖机也需要站位 所以你们看到了我的指动没有 我在清理他脚下之前 先把我自己这双脚打横过来 以防等一下可能会陷车 而我持现在这个姿势 稍微陷一下我也不怕 可以直接往后面退 实话说 我悄悄的告诉大家 他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往我尽头的这个方向开 但是我感觉他今天 车还陷得不够深 所以我根本就不想把他脚下挖到太干净 如果挖到太干净 他一下就上来了 那么我现在的想法 简单的给他挖几下 然后给他一个暗号 让他自己往上面爬 就想着他一边爬 一边自己挖 然后最好的结果就是 越爬陷得越深 这样老铁门又能多看两分钟 但是这个邪恶的想法只能存在我内心 我又不能跟他说 我也不敢告诉他 怕他知道了上来之后我会挨揍 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这里见机行事 只要他自己在爬 我就坚决不给他挖 或者说他不提示我给他挖 我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我也不给他拉 就现在照着我这个思路旧然 以目前的状况 应该泥越陷越深不软了 因为我在挖的时候 前面还是很稀 而且下面的泥巴不仅稀 还很深 你们看 你们看他在爬的时候 整个底盘基本手入搁浅的状态 根本就爬不上来 哎 老铁们 有没有感觉我真的是太坏了 别人现车了 本来就很慌张 心情也不好 而且总是爬不上来 还省坏机器 我不仅没有一颗同情心 我还在这里腰五喝六 还偷偷的盼望他越陷越深 哎 呸呸呸 盼他越陷越深 怎么能分心呢 来来来 我站在边上一动不动 陪老铁们继续看 当他爬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感觉大事不妙了 这是立马能上来的节奏啊 我站在边上也是干着急 没意思 哎 没意思 没意思 这才限了一个小时不到 就上来了 OK 老铁们 今天旧软成功 来 跟我一起比个页 喜欢的老铁 点个赞 加个关注 支持一下吧 再见 嗯 我 médico 谢谢 真的 我真的很如果 谢谢观看